Hello everyone It's September 16th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6号 今天的标题是您哪一部分来自中国 大家看到这个标题觉得是不是打错了 是不是应该说你来自中国哪一部分是吧 好我们来先看看一个小小的对话 有这么一个小对话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华人出国了以后 看到一个当地的讲英语是母语的人 就来了一段小对话 这个母语讲英语是母语的人 跟他说 Your wife looks beautiful 就是您太太长得很漂亮 这个在西方文化中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赞赏的一句话 那么一般按照西方的习惯呢 就说thank you就算了 就说谢谢就没事了 但这个人呢 这个华人呢 他这个词汇量有限 也还没有太懂西方人的文化 脑子里呢 一下想不出好的说法 就突然想到一句中文 中文说就是在哪里 哪里要谦虚一下 那么英文就是where 他连着说了两个where 那么这个洋人就有点糊涂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会是说出这个where 就以为说是不是在哪里漂亮呢 那么这个他就马上就说这个everywhere 就说这个哪里都漂亮 那么这个华人呢 一听呢知道觉得这个好像是这个对话出了点小问题 可能我哪里 我刚才说那个词不对 他那将错就错 他说既然他既然对方问我 这个既然对方说哪里都漂亮 那我就说thank you 就是其实应该最早就thank you就完了 对吧 他搞到这里来了一大串 是吧 这个最不过最后还是把thank you用上了 那么这个咱们今天来学学看这个关键词在哪里 就是where这个词 where是哪里 是一个疑问词 那么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疑问词 因为这样的疑问词一共也就 就五六个对吧 就五六个那样子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 好咱们看这个文档 就是第一句话 一般呢出了国见到讲英语的人 可以这么问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 如果你听到这句话 别人问你where are you from 那么你说I'm from China 对吧 你是华人吗 I'm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 这句话完了以后呢 可能后对方还会追问一句 which part which part 这个which part是什么意思呢 part是部分 就是哪一部分 它是一句话的缩写 这个缩略说法 就是which part of China are you from 就是你来自这个中国哪一部分 如果你说I'm from北京 I'm from上海 就完了 这个也没有问题 不过呢还真是有人听错了 有一个人在海关上一紧张啊 问他哪一部分的 他把这个which part 理解成 这个就是身上的哪一部分 才自中国 那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 那么就是这个文章大家看 他说 因为which part呢 如果你听歪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你可能听成 which part of you 你觉得是 which part of you is from China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 但是人一慌了一乱了 什么 怎么可能事情都会发生 那么他这就变成了 你身上哪部分来自中国 那么他就来了一句 那all parts all parts 就是所有的部分都来自中国 那么这句话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all parts of me are from China 那么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也有可能 不一定很多 这人一乱 一慌张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千言不达后语 这完全可能的 好 咱们今天呢 重点来学两个重要的 好 今天咱们来学两个重要的单词 和这个相关的单词的句型 第一个单词就是where W-H-E-R-E where就是哪里 一问词 放在句首 为什么放句首呢 以后我们会详细讲 简单来说 一问词全部要放在句首 以后我们在后面的文档 会继续探讨 那么还有一个是which which就是哪一个 后面可以加一个名词 比如说哪一本书 哪一张桌子 那么这里是which part which part 那么这两句话 大家一定要经常的用一用 非常实用 我见到很多讲英语的人 见了面 基本上就这两句话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如果再往下讲 which part 那么你就说 I'm from Beijing 上海 anywhere 都可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